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转交这个原因 直到这个S一定要在这一段的转角方程的使用范围 于是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对于这样一个简直量在中间神射C数成为一个载货F螺应的时候 如果A大于B 那么饶动最大呢 是发生在A一带 这个H1在哪里呢 在距离A0 a0.23-B0 тех也就是 好了,把这个H1给云这么多,带到这个外一个方形里面,所有事实上的过程都不得了,我就直接给这个结果。 好了,这个结果呢,也是负的,它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饶豆在A7上,距离A点等于H1的那个地方,这个饶豆比最大值呢,等于这么多,墙价。 现在我们把刚才这个简单的饶豆再汇总一下,我希望大家呢,都要把这个饶豆搞清楚,至于你这里加了一个里加了两个里,再加很多的里,它很大,它都不在,对不对?它都不在,我们就慢慢做就完了。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两,我们得到它的转角,并且呢,知道转角的最大值是在A和B这两个地方,它的值可能这么多,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又知道饶豆最大的位置在A7弹的,距离H1这个地方,H1这个地方,并且饶豆的最大值呢,是这么大。 我请大家视频去见识,这个变形,转角也好,饶豆也好,它和外面的展合,你看看,是呈现性关系。 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是不是? 硬力和变形与外展合成线性关系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线弹性小变形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下,它的硬力和变形与外展合都是成线性关系的。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件事呢?因为我们下一章开始研究总和变形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一条,要是用叠加法去采取问题。 线性的关系是可以叠加的,是不是? 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讨论,这是一般的情况,是不是? 这个梁上,F随便作用在哪?只要A的时候B已知,我们就可以得办的结果,是不是? 如果A大于B的情况,就是这个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把这个一般的结果,对话来说是热书情况,A等于B的时候,这个结果实用不实用吗? 实用。 实用的,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看A等于B的时候,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结果是转角C塔B等于C塔A,注意啊,绝对。 因为很显然,这两个正案一弯嘛,这边的例子里面是往这边换,这边的例子里面是往这边换,对吗? 要稠的话,这边是负的,这边是正短的,看来绝对。 都等于多少呢? 16分之1iG分之FL等于4。 稠度是多少呢? 稠度是多少呢? 稠度最大的时候,这个稠度最大的地方,在2分之L之中。 稠度最大的值等于多少呢? 把这个A等于B带进去,那么这个稠度的值呢? 不得啊? 因为这个时候,L,B等于2分之L,值等于带进去。 好了,于是我们为了以后少做这种题材,很多手写上面,或者书上面,就把这种简单情况看,它的转角和饶动写成这样的方程。 到时候你遇到这样的典型的简单的梁,一藏那个表就可以藏出来,它的转角最大在哪是多少?饶动是多少? 那都是工程技术上的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在这边就不讲。 会做,会求的行事。 然后,我来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求者梁的变形,实际上它的饶动写的方程提分,再提分,得到转角和饶动方程,这都是比较简单的受求问题。 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正确地判断编辑条件和联续条件。 这两个问题呢? 像这样一个梁,这是一个外生梁,A点是固定达,B点是一个滚动制作,其一处是一个自由达,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它的编辑条件是什么东西呢? 一处是一个编辑条件,在两个越编辑的地方有,是不是? 它的条件是什么东西呢? 是在A处饶动等于0,B处饶动也要等于0。 注意,这两个地方的转角等不等于0啊? 不等于,因为脚链不能限定转动,是不是? 分几代去做呢?很显然就是一代两代,是不是? 一代两代。 于是,我们就由这样的两代去研究它。 分代连出于它,你怎么写呢? 在B这个地方,是不是? Y1等于Y2,是不是? 并且Y等于多少? 第1章,第1章,你看。 Y1等于Y1,所以Y1等于Y2,写到这里来, 它不但这两个应该相等,就满着连出了变。 而且它要在这里以后给约束,你这里该整理。 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呢? Y1等于Y2。 虽然脚链不限制两者绝面转动, 但是你这个转在这里分担了, 它左右两端必须是转动同样的。 否则这个梁就裂开了。 对吧? 这里有一个梁, 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梁呢,这里有一个滚动制作, 这里是固定单。 这个梁呢,分成两端,一大是AC, 一大是CB, AC和CB在C点是一个铰链, 看怎么样? 然后这里作为的载化是Q, 这里作为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同样来讨论一下, 它的根结有些条件。 它的根结有些条件是什么呢? 是A这个地方, 有一个滚动制作, 限制了A点的劳动。 就是这样。 所以YA应该等于。 B这个地方是一个固定单。 B这个节面呢, 老头也要等于0, 转角也要等于0。 C点呢, 我们先不说。 C点是个中间调。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讨论, 这个要分几单去做呢? 要分AC,CB,B, 三单去做。 对不对? 你们画完的逻辑就知道, 有的分三单是否, 但常常有的事。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它是要分三单去写完的方程, 去写它的转角方程和老头方程。 一会儿有几个常识啊? 六个常识。 刚才我们这里写了三个条件。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分担的连续性条件。 在哪分担? 在西数分担, 在底数分担。 西数分担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看看。 所以啊, 西这个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它的左边和右边, 这个轴线的, 轴线的, 饶子。 外衣是要几个外衣。 对不对? 如果这边的外衣, 这边这个结尾外衣, 和这边这个结尾外衣, 和这边这个结尾外衣, 两个人故相的, 那说明什么? 这个脚链已经拉坏了, 它连不到一起。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西大一给西大二? 没有, 因为中间是个角链, 这边呢, 这边呢, 两个可以摇着角链转, 那边也可以摇着角链转, 这两个转角链转, 可以不连续。 注意啊, 这个特点要看。 然后呢, 在D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典型的, 分蛋。 同一个姐妹, 分蛋。 因此, 它既要保证, 饶斗连手, 又要保证, 转角一样。 这就是, 我们所研究的, 月手边界条件, 和分蛋连回条件。 刚才我做了分三半, 有六个长寿, 现在我们有普通几个方式啊? 刚好六个方式啊, 是不是啊? 有人说, 你把这个十一点的, 这个角链嘛, 过分把它十一点的, 又是反地球出来, 是不是啊?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把这个量的算, A7量, 这个算是CB量, 分两个量的算, 是不是啊? 也可以吧? 如果有点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分开算和, 放在一起, 按照这样的方式算, 但是, 得到的饶豆和钻脚方式, 是完全一样的, 要是不一样的, 就麻烦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问题考虑。 最后, 我还要进一步, 把量的变形, 载活之间的维分关系, 再会统一次, 请大家, 在上完那圣章之后, 思想上有个明确的认识。 怎么说的呢? 是这样说的。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是, 量的饶出现维分方程。 它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 地域外良点为1&质积6、 ��르� . 因此这个方程,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什么? 叫做弯腻方程, 是不是? 这大家说的是弯曲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弯曲方程触发 往上面走去积分 积分一次,这个就变成了外衣品 转角,是不是 转角,再积分一次,就变成饶豆 注意啊,从这个饶豆也不用方程触发 积分一次是转角,再积分一次是饶豆 这个方程呢,我还可以往下走,你看 我把它再微分一次,你看看是什么东西 再微分一次是什么东西 再微分一次,就变成外衣品了 这外衣品是什么 是DMSDX,是不是 弯曲DX求导是什么 一个简历 再对简历求导一次 那就变成了一爱外式 这外式的图乳 都不敢做 是不是 你看我们根据这个东西 去简化 什么样的画完整头 依旧这一刻链,我们就说 有一个快速的画法 讲的道理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呢,我们往上面走呢 就把这个刀过来走呢,它还可以把 变成的短角绕头全个移出来 所以弯曲的问题 做起来比较反一点 但是它的内容 还是很有意思的 只要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关系 我想就是这个弯曲正章 然后我们就 由这个头很简单的头看 这个到正节点 你看啊 载破为灵的那个地方 简历去积职 简历为灵的地方 弯曲去积职 弯曲为灵的时候 转角为灵的时候 饶着去积职 关系就有这个关系 假如 Q也好 MS也好 G弯也好 M也好 它都不为灵 假如都不为灵 如果这些刀没有为灵的 在我们量的这个蛋中间 对不对 那积职在哪里啊 那说明在量蛋中间没有积职 只有两个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量的变形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量的章头 我们说量的强度设计呢 是要充实它的正硬力 关系正硬力 小于等于许多硬力 那么量呢 还有钢头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个看球的看台 清楚就很长 在这里做人 是不是 下面还有别的 别的人呢 还有一台 你不能弯的太多了 你不能弯的太多了 因此呢 我们所有的量 除了保证强度 这两个条件之外 排胶头啊 变形不能超过永俗限度 那么 这个限度呢 写成钢头条件 就很简单 那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的饶头的最大手 小于许多人 许多人 许多人 转角的最大手 小于许多人 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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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手指中规定 对不对 对不对 而我们这两个条件呢 这两个条件呢 常用的时候 这一个弯曲的量 一般是控制劳动 所以 用这个方式 这个效果 这个呢 当我们满足了 劳动要求之后 再来效果 一般的 工程结构 它控制了 劳动 这个转角呢 就不会太大 是不是 很简单 学米量 这个劳动小了 这个转角能大吗 所以 量的钢头条件 就是 外脉 不管你是向上 还是向下 它要小于许多用的 劳动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 我们刚才讨论过了 为什么咱们这个 我审得再次出遍 再咱们拿了 这一个 玄碧量 承受军部长 Q作用 假定我们已知到 这个量的 人间面是个主行量 它的高度 H和 宽度 B的乙值呢 是2 然后呢 这个Q呢 乙值 L也乙值 然后呢 韩西多量也乙值 许公英也乙值 同时我们还推定 取用的饶度 是250分之L 就是 取用的饶度 只有250分之1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求 要设计这个量的界面 这个量的界面 做法还是一样的 第一 求支反令 对吧 这个支反令呢 固定单 有FA 还有MA 这个球出来 比如说呢 Fa是3 就是签球 MA呢 是4 5 然后呢 我们按强度条件去设计 按强度条件去设计 按照强度条件去设计呢 就应该画它的 弯具头 对吧 找弯具最大的危险前面 但是对这种玄碑量 我们已经太熟悉了 所以我也不讲话 我们玄碑量的 这样所有的宅货 这个弯具在哪里 弯具最大的学面在哪里 在这根木 是不是 是什么 这不要再 不要再 这就不能上乎了 固定单处 这个学面的弯具最大 你不要有的人脑筋里看 这个量一弯弯下来 这个弯具最大 这个弯具最大 然后呢 我们就把强度条件写出来 说 看弯具的磨量 WG 等于多少呢 6分是Bm平方 这个H呢 等于2B的 再进来 这边就写成3B的三次方 要大于等于什么东西呢 弯具属于 一种引力 就是强度条件 本来弯具属于W 是最大引力 等于弯具属于W 要小于等于4分 4分 于是 我们就可以搜出来 这个B呢 等于多少呢 等于8.25分的厘米 8.25分 这是根据强度条件 设计了2个截面指寸 B B等于这么多 那么H呢 就是它们两倍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它叫刚斗它面指寸 刚才我们已经求出来 说 自由单的饶头最大 并且我们给出来 那里结果是多少呢 是负的 8的EiG Q的L四方 这是刚才能够唱 D友的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 那你还重新去算 才会骗起 那么找了最大的饶头在哪里 那里 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说了 把这点的饶头找到了之后 那么它的刚斗条件就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词 是歪马区 它用的小一等于虚无的万 是吧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 由这个方程 有这个方程 是不是啊 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Ei开始 持诚 日本函兽 我们把这个Ei带进去 是吧 Ig 就是12分之D三方 对啊 刚才是W米 现在是Ig 对啊 然后同样写出来 写出来呢 它应该大于等于多少呢 它是等于多少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的 按照刚柔设计 这个B呢 它是应该等于多少呢 是0.8.92的B米 既要满足强斗条件 又要满足钢斗条件 又要满足钢斗条件 这个两个宽斗 它应该是 强斗条件 和钢斗条件 给出来的几个磁盛的 最大值 是不是啊 取用载荷是最少 几个磁盛是最大的 因此 我们就取 H呢 取就是B等于9个0.5 关于量的钢斗设计 我就只讲那种 最后 我给大家 把我们已经学过了 基本变形 做一个理想 这份过程呢 我们所学的基本变形 有感的拉伸的压缩 远速的扭转 和量的弯曲 这么三类 这三类 我们放在一起 看一下 有利于我们的记忆 有个提角 寻找它中间的 共同点和不同点 我们首先看看 一名 对于Maya的胆 它求内力的方法 我们不说了 Maya的胆 它求内力的方法 我们得求一名 Maya的胆 一名在从地面上 是均名通过的 是任一名 那么它的大小呢 就等于轴力 处理的结面 柳轴 这个圆轴 承受柳矩地的作用 在结面上产生的简易力 这个简易力呢 是线性能够的 因为外圆轴 简易力最大 中心这个轴上 简易力最大 韬 另一点 具体原型 O 韬 那一点的韬呢 是等于柳聚 乘以 0 再除以I 最大协议名 在这个 外圆轴 这个外圆轴上的协议 等于柳聚 T 除以这个 I 除以 弱 就变成W 对 抗柳前面 磨 量 W 对于圆形前面 这个W 点多少呢 等于十六分之 排平方 对 对 I 等于什么东西 I 等于三十二分之排平时 就是流转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说弯矩就两个 承受弯矩 M轴一下 就量到平面上面 正硬 它也是线性有平步的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最大呢 你一中心轴最远的上下 表面 上下山 最大 在中心轴上 Sigma 等于 Sigma 等于 任意一点 距离这个中心轴为Y的那一点 它的正硬于Sigma呢 是等于Y G乘以Y 除以Ig 这个 是 截面的极惯性句 这个 是截面对中心轴G的惯性句 对不对 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上下 离这个中心轴正远的上下端 这个上下端的最大意义呢 等于Yg 除以Wg Wg 是抗观结构模量 抗观结构模量 抗观结构模量是什么东西呢 是Ig 除以Ymax 是这样 清楚了 对于 巨型前面 我已经说过 请大家记住两个 一个巨型 一个圆形 对于巨型前面呢 Wg等于六个就是Vh 凭方 对于人生前面呢 Wg等于三十二分之开这三方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 关于应力的符号 还有一个 应力的符号 对于拉压的时候很简单 什么时候拉的是正面 什么时候压的是Vh 是不是 按正经轴铃去确定 轴铃离开前面的是拉的 指向前面的是压力 扭矩 显切一符呢 正经扭矩的方向 切一符 它所谓的文章面积上的内符 对于欧点的矩 应该和外面的扭矩的方向 前面的扭矩的方向是一致的 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应力 都是这个扭矩分布在截面上的内定 湾曲 它的政府怎么决定呢 有没有内定的方向或者正部宽展 对于湾曲稍微麻烦点 你一定要看看 这个截面的时候的湾曲是怎么样的 这个截面上 要保持在这边平衡 湾曲应该是这样的 是不是 湾曲是这样的呢 那就是中心头的上半部受压 下半部受拉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弯曲 知道什么地方受拉 什么地方受压 它就可以把他的正部号有 所以我们在提这些东西的时候 并没有强盗下的正部号 实际上 我们求应力的目的是做强盗设计 对不对 强盗设计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的是应力的值 要小的等于使用应力 而没有说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或者谁能力朝这边还是朝那边 你不管朝哪边 你都得小一曲又一套 这是应力 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讨论变形 对于拉雅的感 它的变形很简单 是舒畅不舒展好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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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讨论是线弹性的问题 那么 它的应力的关系呢 就用估克定面来描述 那SIGMA等于1 乘以Y 在这样的条件下 因为SIGMA等于Fm 除以A Y等于什么呢 等于dataL Vr 两单一带进去 就得到了 这样的身上 或者缩产的功词 dataL 等于轴力 乘以感常 除以Ea Ea Ea 抗拉钢柔 是吧 Ea 抗拉钢柔 抗拉钢柔 这流转角 流转的轴 我们说用单位流转角 去描述变形 sita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A B之间的 相对流转角 除以A B之间的 常对R 是吧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 单位流转角 这个单位流转角 整个小小呢 它和柳矩成正比 柳矩也大 柳矩也大 和Gi R 什么反应 GiR 是什么呢 抗柳钢柔 是吧 就是 远轴抗 流转的能力 Gi R 约大 c大 越大 Ea 越大 第二 十分五下 我们都叫做 抗 抗 面积的能力 都叫肝斗 抗拉就是抗拉肝斗 抗拉肝斗 抗肝斗 抗肝斗 那么弯曲呢 要稍微麻烦下去 弯曲的梁 它的变形呢 是由饶斗和转角的两个 它不可能写得这么简单 是不是啊 要怎么做呢 要根据这个 饶斗线 即使是维峰方程 去积分 这个方程积分 是不是啊 我们才能够得到 转角和 饶斗 和饶斗 但是 这是 更不困难的事情 所有足够的 六十分钟条件 和 分线连续条件 去确定积分抗肝 于是 我们接着来说 强盗条件 那样的强盗条件 你们是一个嘛 小一点 你许中是一个嘛 注意啊 所有的强盗条件 我一开始就说了 它的左单都是 印鸣 工作印鸣 这是工作正印鸣 这是扭转的简印鸣 这是换取的正印鸣 这些印鸣 都是我们私家的多少的宰卧 我们散起来是多少 就是多少 它承受了多少 这叫工作印鸣 等于是 的右单 都是反映了 材料的抵抗能力 看 取用正印鸣 取用简印鸣 它是什么东西啊 是 sgmS 或者sgmB 再除了一个安全器的时候 它反映了 由实验得到材料的抗力 工作印鸣 小于抗力 只不过呢 在拉伸 扭转 弯曲的时候 这个印鸣的表达式 是不一样的 拉伸的时候 就只轴力 除以解冕 是不是 扭转的时候呢 是扭矩 除以抗扭解冕模量 然后弯曲的时候呢 是弯矩 除以抗弯曲模量 其实这都很容易挤 很容易挤 很容易挤 对吧 最后呢 把钢子条件写 钢子条件呢 关于杆子拉压 我们以前 就没有什么太长的 因为这事件很简单 对吧 你说一定不要我拉太长 那就限制这个地方 扭转的钢子条件呢 稍微麻烦点 它是为了把这个 写成每米 允许多少豆 做了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成了一个 菜分子180度 小一点就许重转 干回就转矩 弯曲的时候呢 有饶豆和转矩 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整的 全部的位置